正经最前线 无马看中国 这个阶段的非常辣人物 郁振要来访问一位美女 她是谁呢 在台北市议会之前 大家都看到说 哇这个美女好漂亮 现在的蔡英文竞选 办公室的发言人 我们的严若芳 若芳你好 余顺姐好 大家好 若芳这个以前在议会 真的大家看 哇谁最美 你有被这个比美过 那这个在29岁当上议员 对 29岁当这个议员 然后很多人就票选 现在的候选人里头谁最美 那上一次呢 我记得上次票选的时候 你好像第几名啊 我记得好像第七啦 第六还是第七我忘记了 第六第七你看 很感谢有上访 感谢广大的网友支持 你看若芳真的每一张照片 你看这个是 这个跟郭子贤 这次是2014年选的 2014年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是 看起来像你的宣传照 对 这个没有 因为这个是2018 为了2018你要选 然后本来拍了这组 结果我的助理他们就说 太老气太老气不行 对 看起来太成熟了 又再贴 又装可爱 装可爱 对 然后这个是 真的是美少女 那我把这个高嘉宇 放在旁边是说 大家比 对比一下就说 现在呢 要当这个政治人物 要当民意代表 真的都是外形要非常的好 所以若芳你那时候 第一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决定要从政 然后怎么从这个 大家都说 哎呀 这么好漂亮 然后呢 突然变成议员 然后要做很多这个 选民服务 选民服务 什么事都要做 不是买菜 是扫街而已 对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 我在当 我大学是念政治系 然后那时候是有修一个 那个政治实习课 所以那时候政治实习课 就是去我师傅 就是余燕那边去做一个实习 然后就从实习 然后大三实习 大四公读 然后大四毕业 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 我们这七年级生毕业那一个 是遇到失业潮 那种失业率非常的高 所以等于说 你是去这个实习嘛 那实习之后 实习对 直接变公读 然后毕业之后 因为遇到那个 失业率非常高 然后很多人都说 毕业就像 就等于失业 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那就是顺着 就是直接转成 公读变正职 而且因为又是我自己 是大同区长大 又在自己住的地方 又同样的选区 又比较熟悉 所以我就一路就是这样 公读变正职 所以就2014年 2014年就是这个时候 就已经这个从 应该是从助理 然后呢 直接公读助理 然后直接就投入选战 变成台北市的美女议员 对不对 也没有美女 是大家 大家支持 大家支持 玉珍姐我平常在电视上 都只有在电视上 才看到若芳姐 可是今天看本人 脸好小好美 是真的很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她每次都有被票选 强力修塞 所以她每次票选的时候 都真的是 就是票选的这个美女里面 一定上榜的 尽管后起之秀再多的美女 还是挡不住这位台北市议会 大家票选出来公认的美女 可是后来这次落选 有点 有没有难过 其实我觉得难过是一定会有 那当然难过之后 你只能用非常短的时间 去让自己去思考一下 然后再来检讨 要检讨说在这场选战当中 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其实是败选 不是只有单一个原因 对 会造成你败选 那她其实可能是不是说 服务万件 或者行程 或者是组织 或者是整个大环境的局势上面 其实每一个都要去把它 全部分析 到底哪一个没有做到位 然后什么没有做好 其实要把它通通整理完 对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当议员之后 然后从当选 然后到落选 其实我老实说 我对于我自己的感受是 在落选那一刻 其实 因为我爸妈都在 其实我妈哭得比我还要惨 我妈一直哭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好强 好胜心比较强的人 对 所以上次有人问我说 其实你从落选之后 你有没有大哭过 或者是哭过难过 看你怎么释放你自己的那个情绪 就真正在结束 然后可能去收拾行囊 收拾东西 对 还要收拾心情 对 收拾心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点心酸或大哭 对 其实他们就 就有朋友很好奇问我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女生是不是就回家大哭 或者是怎么抒发你这样子的 四年来的心情 然后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就看他 我就说大哭喔 好像没有耶 对 我真的就是从到来没有大哭 然后 因为那时候开票完之后 我就赶快叫我爸 先把我妈带回家 然后我就跟其他的志工们聊一聊 聊一聊之后 那因为你是当事人 你必须要比所有的志工支持者还要 因为你不能哭 你哭他们会更难过 所以你要比他们更坚强 所以我就一路这样子安慰他们 然后到回家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觉得说 看到我妈还在哭 那你又 如果你在哭 妈妈一定会很心疼女儿 如果你再哭的话 妈妈一定会崩溃 然后就跟我妈妈讲 我还要安慰我妈妈 然后就跟她讲 所以应该说从开票完到现在 那时候突然那个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 我说我好像真的没有大哭 也没有真的是苦 因为你落选完 然后隔天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天 然后隔天就出去卸票 你有 我还有出去卸票 人家一般都会说 OK有一个肩膀 或是有一个另一半可以依靠说 好吧就靠在他肩上 那你是没有另一半 可以让你抒发情绪 我知道你的那个哥哥 就是现在在选立委 这个应该是大安文三 这个我们阮昭雄委员 他非常小熊哥 他非常的关心 所以他就请了他妹妹去帮你算命 这个是那时候还在当议员的时候 对对对 他很担心你的终身大事 没有错 他就说议会啊 只要是我们就不讲国民党 因为民进党通常是 如果说你当上议员 在还没当议员 你都还没有结婚 然后在当上议员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通常会有个魔咒 就是会加不出去 对因为这个资深一点的 好像在议会里面 好像都是这样子 对除了家亲姐 家亲后来也是当了议员之后 但是他有嫁 他嫁这个 外国人 吴国界的外国人 对对对对 那你说斯瑶姐姐 斯瑶姐姐 斯瑶姐姐从议员 然后到现在当立委 他嫁给台湾了 对对对 他嫁给台湾了 对现在还是单身 那更早以前 圣冠节嘛 圣冠对 圣冠也是这样子 就是从政当议员之后呢 许淑华也是 许淑华也是 对 哎呀好难喔 对 那所以那时候哥哥 这个圣冠熊就非常地 小熊哥就非常地担心 找出他妹妹来帮你算 你的终身大事 对 其实那时候 毛一哈就是 那个小熊哥就打给我 他说 我觉得 你一定要打破 议会这样子的魔咒 我说 对我来讲可能太难了吧 因为我都还没有男朋友 他说没关系 我找我妹妹来帮你算一下 你到底适合什么样式的男朋友 什么样的人 对再从那个方向去找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好 那时候那个阮老师啊 就是小熊哥的妹妹 我们都叫阮老师 对 那阮老师那时候就说 因为议员这边的 个性可能比较 比较强悍一点 强悍 我讲了这个 不知道对我来讲什么 所以他是用你的个性 还有用你的 对 生成八字之类的吧 对 还是紫微斗数 紫微斗数 他就先看你的紫微斗数 你的命盘 然后他就说 你的命盘 命就是你比较 你的个性比较刚 然后又个性比较强 他又比较不屈于弱 不屈弱 然后他就讲说 所以 所以要驾驭你很困难 所以要相辅相成 OK 现在没有讲说驾驭 其实要互相尊重 所以他说你的另外一半 可能需要一个 对很多事情 比较细致一点 因为我比较大啦啦 有时候会对 有些很多的事情 会少一根筋 所以他说你的另外一半 应该要互补 然后要比较细致 然后比较贴心 然后就这样统整完之后 他说你的另外一半 他用一个形容词 就像精致的日本料理 不是师傅 不是日本料理师傅 不是不是 他是说 精致的日本料理 精致的日本料理 因为我们在吃日本料理 他其实是小小的 小小的 可是他把所有的精华 所有最好吃的那个部位 是集中在就那一口 对 玉珍姐之前有在 所以你要 就是意思说 要非常的细心 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用心 又有质感 对 然后他说 你就要适合 像这样子的男生 那有没有发现 我最近 没有 从去年 那个选举完 一直都吃便当 然后到现在 在帮小英总统 辅选 也都还在吃便当 都没吃寿司 也没吃精致的日本料理 寿司只有7分的 7分的那个 寿司 那个不算 对 三角形的那个 寿司 那你本人有喜欢吃日本料理吗 我自己 呃 其实什么都喜欢吃 来着不去 这样不挑一样 有没有 好 不过呢 现在若芳是 本来是这个 民进党的青年部的主任嘛 对 那现在呢是小英总统的 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 那你去这个民进党青年部 当青年部主任 后来呢 后来又掉了一个职务 后来我稍微去了解一下原因 是不是因为被小帅哥给欺负了 这个小帅哥 这个叫吴俊彦 那吴俊彦现在是接替你的位置 所以在党内 在党中央到底是怎么样 是小帅哥 小帅哥把你给 还不行啊 小我三岁而已 小你三岁 OK 再也没有很帅 还好 小三岁而已啊 所以现在是这个小帅哥 那你现在就直接到这个 竞选办公室主 去当发言人嘛 对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故事 或是说 要再培养更年轻的 这个青年部主任 其实应该是说 民进党一直来给 年轻人都很大的一个机会 那包含在 左主席上任之后 其实我们的一级主管 基本上都是非常年轻的 年龄层真的是拉层比较轻的 对 包含你说像文宣部的主任 他之前是成品的 从成品外来 然后其实都非常年轻 大概都是三十多 四十以内 都是四十以内的 那所以在这一次 我觉得青年部 我自己的任内啦 我自己的任内 其实该做的任务型的阶段 其实我都有做到 包含你说我们一个青年军的组织 组成啊 不是组织 就是青年部的组成 我们把海选 北中南办了三场海选 做青年入政 因为选举其实你需要 大量的年轻朋友进来 给予很多的意见啊 分工啊 或者是青年活动的 他们对于青年活动的想法 所以也包括这一次推出来的 非常多年轻的立委候选人嘛 对 也是都是在你当青年部主任 那时候有 算是有去排选 争选过一些人 没有 那些立委候选人 不是我们青年部处理 是那个主席跟秘书长 这边在处理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组了青年军 青年入政 那在很多的委员 他们可能是像中南部那边 青年人其实都北漂了 其实在比如说像云林啊 屏東啊 像庄若萱委员 他就直接表明说 我们这边都没少年人 快点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这样 所以其实在选战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年轻人的想法 能够一起跟传统的选战方式 能够把它match起来 对 那在这一块上面 那时候我当从过完年 进去当青年部主任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处理这一块 对 那后续当然是因为 林飞帆覆觅进来 那他有一套的自己的想法 那我觉得 其实在我的任务型的阶段 其实该有的 该组成的 其实我都找好了 军队都准备好了 那后续 这一块要去拼选战那边 那大家就是 大家一起团体合作 那我就是直接进去 小英总统的那个 竞选办公室 OK 所以现在真的是 各个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 都要找美女 你看 韩国瑜那边有什么主播群 什么和平欢 对 那这个 好像这个郭伴也一堆 虽然他现在好像也没有确定 到底选不选总统 但是呢 郭台铭 郭伴也找了一堆 什么蔡庆余 然后吴宇轩 都是美女 所以你看 小英总统的办公室 也要用这个美女 可是呢 你是青年部主任出身的 你最了解年轻人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 在韩国瑜的这个支持度上面 最近的民调做出来呢 大概都接近或低于10% 然后呢 大概50岁到60岁以上的 才有30%几左右的人是可以接受 或是支持韩国瑜的 那其他的年轻人 现在到底想什么 年轻人难道真的会像以前大家讲说 年轻人是磕粉吗 其实我觉得 应该先讲说 在2018年那场选战 市场选战当中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台北市的年轻人 都是磕粉 其实在2018年开票开出来 我相信玉珍姐有发现其实 他的票数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对 那时候三组鼎立的时候差点落 如果不是延后开票的话 真的是差点落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啦 那但是你把他 这最近啊 他在台北市办的一个签书会的部分 其实台北市是没有满的 在中南部有啦 但是在台北市 他的应该算是 起家地也是大本营 可是年轻朋友到的 到场的支持度 也没有像之前这么热 这么高 那像我自己之前有些朋友们有在聊天 虽然有一点年纪三十出老 但是应该还是自诩为 年轻人 年轻一点 对 所以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 其实大家 我先讲柯文哲 大家对于柯文哲 他们是 年轻朋友其实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可能是不关心 对 那现在是关心 而且资讯发达的时候 当他就是会看网路的 网路的资讯 可是这资讯又不是只有单一而已 他会多重的看 对 他会多重看什么 像报纸 什么订阅每一个都有 然后像一些文章类的 他们也都有看 甚至PTT PTT在上面看 所以他们多元的讯息来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他们 自己在台北市的感受度 所以加上去的时候 其实发现说 是不是如很多可能 PTT上面 因为柯文可能认比较多 然后如他们所讲 其实他们会去做比较 对 那这是柯文哲的部分 然后发现说 好像跟他们想象中 有改变 对 有些不一样 跟四年前好像是不一样了 有点改变 那韩国瑜现在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网路上 年轻朋友只要讲到韩国瑜 第一个把他当笑话 对 他不管讲到什么 都当笑话听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政经最前线 无马看中国 我们这个阶段要来探讨 台湾呢 可不可能出现零邦交国呢 中国官媒指出 台湾将继续失去 现有的邦交国 就连美国呢 也难以改变现在的趋势 中国真的可以无法无天 让台湾成为 零邦交国的状况吗 我们今天请到 三位关键性的来宾 资深媒体员王时琪 大家好 台湾市议员王浩宇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呢 这个中国官媒 就是环球时报啦 那他们其实呢 最近有提出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说法 那所以呢 我想要来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 你看这个中国官媒 当然这是这个发言人 华春莹啦 那这个是 美国国务院的 亚太副助理国务卿 叫孙小雅 其实呢 现在呢 他是要来这个台湾 那所以我想先问一下 致胜 也就是说 现在是美国自己出面 有这么高位阶的人 来代表 就是说 美国的政府 要来声援 台湾面临的这么多的断交问题吗 是 没有错 事实上 美国这一段时间 对台湾的声援 其实 整个的 强度 跟频率是高的 特别是就在 这个9月中旬 连段 两个邦交国 索罗门跟这个吉利八十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一系列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只有更紧密 除了第一时间 这个等于是声援台湾 在这个南太的断交的状况之外 接着 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 台湾时间是9月24号 美国时间是9月23号 这个联合大会的 开会的时候 这个美国主办了一个 宗教自由的论坛活动 那美国总统川普 在这个活动上面 有进行这个演讲 那也第一次 等于是 台湾在退出联合国之后 第一次被邀请 这个我们的纽约的代表处的处长 许立文 直接进到联合国 这种正式的官员进去 这是第一次 然后再来呢 紧接着你可以看到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 正式大会的演讲当中 把中国从贸易战 到宗教 到这个香港问题 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 全部都念过一遍 这川普 我们看他正式演讲当中 很少对中国全面性的批判 谴责批判 上一次是去年 差不多这个时候的 副总统彭斯 这个川普是 逐一的点名批判 连香港问题 也特别拿出来再讲一次 然后紧接着 就在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记者会当中 就宣布了说 在未来两个礼拜之内 会有美国国务院的 这位的亚太副助卿 他以这个APEC 资深官员的身份 来访问台湾 这是现任的 美国的亚太副助金 而且他负责的 就是这个太平洋的业务 就是南太的业务 是他负责 等于他来台湾这个区块 等于要进一步什么 证实或强化了说 美国对于台湾 在南太的这个位置 或者以及如何维系 台湾跟美国 在南太的合作 还有更进一步的强化 但中国也摆的姿态很硬 你知道吗 这个中国的官媒 帮忙呛唐 然后这个华春莹还说 台湾用金钱 来作为外交的手段 这个是应该要被谴责的 而且呢 他说呢 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理由 站在北京的对立面 是 态度很硬 中国的态度很硬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习惯了 然后他常常就是 雷声大 雨点小 讲的都很大声 可是北京似乎搞错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刚刚讲说 台湾以金钱外交 事实上 台湾多久已经不用 金钱外交这种粗暴的手段 再跟中国去竞争外交关系 反而是中国 我们都知道 其实就以公布 以曝光的资料来看 在光这一次索罗门群岛 中国的大撒币工程 对 他每个国会议员 号称 号称是100万美金 那再加上吉里巴斯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也别曝光出来了 他特地送了一架 波音737机的飞机 送给吉里巴斯 那是因为我们不接受 我们不答应 他们在撒币 所以在大撒币的工作 其实是中国在错 不晓得发言人华春莹 是不是搞错时空场景 对 他说台湾在搞金钱外交 台湾已经早就不搞金钱外交 特别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就采取这种踏实外交 我们要的是一种合作的 长期性的关系 这是中国搞错的第一个东西 中国搞错的第二个说 全世界是站在中国的方向 没有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可以在北京的对立面 完完全全又搞错 我们看看 现在全世界整个对中国的 氛围跟态度 包括了民主国家 对于中国这几年来 不管在一带一路 不管在其他的南太上面的 整个的这种所谓的渗透 所谓的这种大撒币的工程 他们的反弹 其实你可以看到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对中国认为说 你现在在其实是在对全世界的这种民主机制 去做一种渗透的过程 所以现在其实慢慢形成一个要对中国采取民主防卫的态度 台湾变成是什么 台湾本来变成是这个民主防卫的态度当中 各个国家最关心 最同情 最支持的对象 所以中国又搞错一件事情了 大家现在其实是逐渐的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是同情台湾 支持台湾 而且认同台湾的一个价值 是 所以时期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刚志胜说 川普一一点名说 你中国人权 然后你对什么 当然包括香港什么很多的问题 那现在美国也除了亚太的副助理国务卿 就是APEC的这个官员的身份来台湾之外 他现在说要通过一个叫做台北法案 那这个台北法案呢 说美国说还可以帮我们去争取这所谓的国际外交空间 是不是美国对我们真好 就是说就是刚刚我提到 就是说台湾持续在跟这些其他的国家 加深那个关系上面的连结度和深度 那就台北法案来讲 就是说他们现在透过这样子的法案 其实内容上面是说 如果有国家要终止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喔 我美国可能就会减少或者是停止 对你这个国家的经济上 甚至是军事上的援助 然后也由行政部门也下令说 好美国你在各个这个国际组织当中 都必须帮台湾发言 帮台湾争取到观察员或者是会员 必须加入国际组织这样的方式 那我特别要讲一下 就是说刚刚提到说 川普在联合国的那个会议上面 不是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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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 非常火大 那美国是主动来 跟我们的外交部 做联系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所动作 是美国主动 就是所罗门事件 所罗门事件之后 惹恼了美国 好那台湾 台湾外交部当然觉得 对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应该要联手 然后告诉中国说 你这样做 然后也告诉所罗门说 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好那所以外交部 就想了一些方法 说那不然我们 可以做怎么样 怎么样的动作 结果你知道美国什么反应吗 美国说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把你们带进去 联合国大会 这个是自从这个断交 跟美国断交之后 退出联合国之后 第一次由我们的政府官员 走入联合国的大楼里面 这是第一次 那所以是美国主动说 我们带你们去 然后所以他们是 派出了国安会啦 这些官员 把徐立文给带进去 然后中国完全不知情 中国是看直播的 哇天哪 怎么会有一个台湾的官员 坐在那边 所以中国气得要死 那边跳脚 也就是说 这些方式 都是美国 跟我们之间 好的关系 并且主动帮我们 出气 帮我们发声 并且透过这样的动作 来告诉世界 我释放出的讯息是什么 所以这个台北法案 有定一个具体的内容 定出来说 要做哪些事情 要帮台湾在国际空间上 他们做哪些事 参与 这些国际上面的组织 因为台湾每次要参与这些什么 什么国际航空组织啊 国际什么什么组织 都会被 都会被中国 给 给这个阻止掉 就是什么 WHA 对 那所以我们每年都 都期待说 靠着我们的友邦 是不是可以在怎么样怎么样的会议上面 帮我们发声 那现在这些援助我们 帮我们发声的国家变多了 力道增强了 你不可否认的说 美国或者是欧盟发言 他们的分量的确是够的 这个有没有帮助台湾 未来在国际上面的能见 或者是参与度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的 那这件事情不会因为说 你中国一直把我们的邦交国 而使得台湾好像就变成幽灵国家 幽灵人 不会因为我们持续的在跟其他国家 做更好的交流跟交往 然后持续的透过这些国家 帮助我们在国际上面发声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算中国他们一心 一厢情愿的觉得说 我就是把你的邦交国 通通拔拔拔拔拔拔光光 变成零个 那你就没有了 你就消失了 不会 不会 中华民国不会消失 它不会变成一个幽灵人口 一样的在世界上 对 可是呢 如果台湾真的邻邦交国 这当然是这个 当然海峡论坛就说 其实两岸的一些节目 包括中国本身都这样子在预测 所以我想问一下浩宇 你觉得我们真的可能邻邦交国吗 那个范世平老师说 就这样子刚好 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华民国就没有邦交国啦 那不是刚好 如果这个之前 陈博伟啊 这个3Q哥也讲过说 你断一个中华民国 我就把你中华电信 改成台湾电信 然后你断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邦交国 那我们就再换一个 对不对 我们这个该换的 比如中华邮政 我们改成台湾邮政 你断这边我就改一个 这样不行吗 对 基本上我是觉得 就是没有那么乐观啦 就是说其实就算是断完之后 那个中共的打压 还是会存在 就算断到零 其实确实是有可能啦 因为其实 以他们的财力来说 我们的剩下的邦交国 都是很小的国家 那个不要说100万美金 10万美金 对他们的这个国会议员来说 可能就是10年 20年30年的薪水 所以确实是有吸引力啦 那据我所知 就是我有朋友 他是在外管工作 他说其实他们 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因为中国最近其实 像海地 他们已经设了 这个经济的办事处 就类似我们这种 类似经贸办事处 然后不断地在接触 这些国会的议员 那对海地这样的经济 不是那么好的国家来说 他们常常招待他 到中国旅游或什么 所以那边的国会议员 其实本来是 八成都支持台湾 现在大概已经剩下六成左右 就是刚自胜讲的 我对这些人大撒金 对 他就基本上 预算就是无止境 而且其实像我朋友说 他认识的一个国会议员 本来跟台湾的往来非常好 那最近这一两年 就是非常爱带一些 家人朋友都到中国去 那就跟台湾这些里长一样 他们到中国去之后 就请他们吃好吃的 带他们看好看的 好玩的 甚至是什么 连赌场都带他们去玩 到澳门去玩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些 海地的这些 确实就受到影响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需要注意的 就是中国有一个大外宣计划 我们一直在讲 那大外宣计划可怕的地方 并不是他用英文发稿 或者他用 这个所谓的中文发稿 他可怕的地方是 他连海地都有大外宣的媒体 是 就中国在海地投资了一个 帮中国发声的媒体 他就可以用海地当地的语言 来在报纸上散布一些讯息 甚至这些讯息 透过一些台湾的媒体 特定的红媒 他就会帮忙把它变成一些讯息 所以前阵子就有传出 这个海地要跟台湾断交的消息 对 那这件事并不是真的 可是这个媒体的来源 我们最后把它 就是回溯回去 它是来自于南华早报 那南华早报就是一个亲中的媒体 然后再把南华早报往前看 它就来自于海地当地的一个 跟中国相当友好的一个大外宣媒体 那个媒体可能只有三五个人 可是他就可以不断的制造 这些外地的讯息 让影响台湾人对台湾国家的信心 而且连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长 像这个欧宏烈 曾经是当过我们 应该是马英九 对 马英九时期的外交部长 他也说 这个断光光 他也会认为说 我们的邻邦交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他当然是 我觉得是当然是 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剩下的国家确实是很好啦 那我们真实用 友情交的朋友 大概可能五六国而已吧 其他很多 大概还是利益的结合 那最后可能 但是美国他会不会放弃这件事情 美国是不会的 因为台湾的 其实国际公司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 其实真正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还是要去发展一些实质的外交 会比较有用 比如说我上上礼拜 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我们通关的时候 现在日本他有弄一个自动通关的通道 台湾就可以 中国人就不行 比如说德国回来也是 还有最近有一些国家 意大利也是 很多国家他们其实是开始 跟台湾发生实质的关系的往来 那其实我们台湾这些 所谓的这些经贸办事处 虽然表面上都只是这些所谓的办事处 实质上也是具备大使馆的效果 在那边你在当地遗失护照的时候 它也是大使馆的功能 它并没有因为没有邦交 它就没有办法服务台湾的公民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实质的外交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与其花很多钱去维系这些小的国家 当然留几个是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去 跟这些实质的大国家 发挥更好的关系 那事实上跟美国建交这个选项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我听到的也是 有在 就是所谓的台北法案的这种 对 但这种事情就是 它不能一次到位 因为一次到位 中国会非常的火大 所以它一定是 我往前一步 然后中国气一气之后 又不敢怎样了 然后再往前一步 看看最后可以往前多少步 就是渐进式的这样 对 那如果真的哪一天 我们真的跟某一个大国 比如说美国建交 那其实其他国家就会跟上来 那跟上来之后 如果中国它不敢打 或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国际关系 就一次就会跳跃 可是立委这个很奇怪 最近国民党都是许玉仁在谈这种外交的关系 因为他以前在TED 不晓得为什么他好像对了解 这个国民党里头变成是外交高手了 他说台北法案是我们一厢情愿 没那么好 没有 重点是其实国民党内 现在这样的问题就是 如果都已经轮到许玉仁讲了 就代表说国民党内已经没有人才了 他们就是这种事情其实 就是明明就是对台湾好的事情 国民党还要故意去说他不好 或者国民党其实 你看到这次中共断交的时候 韩国瑜对中共的谴责是很弱的 大部分的谴责力到80 90% 都放在蔡英文身上 对啊 就因为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如果一个政党 一定要用贵者才能去要断交 那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主权 整个是早就丧失掉了 那跟没丧失是一样的 不 志胜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很多的 这个邦交国在 很多的友善的国家 友好的国家 在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这次的这个 索罗门跟吉利巴斯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 对我们也很关心就是日本 你看日本呢 他们现在呢 也希望就说 考虑到我们整个台湾的 一个战略位置嘛 那他现在有没有可能 进一步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 你说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旅日的人 如果他在当年 因为规划成日本人 那要回到 回归这个中华民国国籍 日本官方都会告诉你说 你想清楚吧 那所以你怎么去看待 日本这次对台湾的 面临的外交处境的态度 是 这次的外交的问题 其实就两个特别 第一个就刚刚我所提到 就是说 这是蔡英文总统上来之后 他七个邦交国被断交 没有错 可是第一次 南泰的邦交国被断交 在此之前其实都不是南泰 那也是第一次 日本正式来发声声援台湾 是由这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 这个早田干夫 这个来正式的 就是在所罗门跟吉里巴斯 对 连续两次 他才正式的 对 所罗门讲一次 吉里巴斯又讲一次 这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 这两个东西连结起来 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日本其实非常在乎 台湾的整个的外交的处境 特别在乎 刚刚我所提到的 台湾在整个南泰地区 扮演的这样的干港性的角色 就是说 对日本来讲 他在乎的当然包括 这个整个亚太的利益 对 那我们放眼亚太 他现在跟日韩贸易战在吵架 他跟中国从来没好过 那然后再往北 他跟俄罗斯北方四岛领土 一直也没有解决 所以整个放眼亚太 他最信得过 也最能够合作愉快的 这个朋友就是台湾 所以他对台湾的这种 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不是只有单纯建立在什么311之后 台湾人民对日本的支持 当然这个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个是在于 他整个的战略布局当中 台湾变成他是一个 在亚太地区绝对不可或缺的 伙伴关系 那这个亚太延伸 刚刚讲延伸到南太 中国很明显的要突破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日本在这张间扮演着很重要的利益的角色 所以其实日本也非常关心 刚刚讲我说在南太上面的一个外交的受挫 那从这个角度拉回来看 其实日台之间确实有更多 有可能合作的议题跟这个面向 我们先不讲远的说怎么样那个说 怎么可能建交这个不谈 这个准主权外交关系的实质的进一步提升 这我觉得是台湾跟日本会共同努力的 也可能在推动的 比如说第一个 现在这个美日的贸易协定谈到一个段落了 那再下来 刚刚这个时期提到的这个台北法案里面 在国会当中也有提到 要启动这个美台之间的贸易谈判 那如果美日谈完了 美台开始谈了 那日台是不是也开始可以 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谈判 再来这个谈判不是双边的 日本现在主导所谓的CPTPP 那台湾是不是应该更利用这个时间 如何跟日本来共同来这个参与 或者是来共同更积极的 在这个区域经济的合作上面去互动 然后渔业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刚刚讲通关的问题 然后日台之间有很多情报交流的问题 特别是日韩之间现在情报的问题断绝了 那日台之间是在情报的合作上面 安全的合作上面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事实上 从这边讲不是只有跟日本 只是日本是最有机会 而且最直接可以进行的 那从这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跟很多国家实质上的准主权关系 其实有很多的进度 就是这种准主权关系不见得叫做邦交国 对不见得叫邦交 可是实质上我们可以跟这些国家当中 取得更多的合作 然后更紧密的交流 更实质的互动 这个东西可能才是未来我们整个外交的取向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外交的一个问题 包括每次只要有很多国家 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你就看到国民党心中 他们只有看着说 哎呀 中国 你看为什么我们不能承认九二共识 可是呢 再仔细看看人家美国 看看日本 其实呢 他们非常的在乎 也非常的对台湾的一个友善的关系 所以呢 你就看清楚了 那就是一个选举的一个手段跟筹码啦 那所以呢 这个台湾到底会不会变成邦邦交国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政经最前线 无码看中国 这个阶段的无码中国 我们要来看看香港最近陷入了所谓的超限战 很多的香港居民无端的被自杀 被消失 近三个月来呢 港人自杀的消息呢 不断的在攀升 那就有人怀疑啦 他们都没有留有遗书 身上还有一些淤血 甚至一些旧伤 大家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被迫自杀 那根据知名民运人士张玲指出呢 中共正意图用各式各样的暗杀手段 要来铲除这些最勇敢的抗议者 好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关键来宾 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汪洁明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香港真的很乱了 如果你去香港的话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怎么每天的事件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最近香港是不是又传出被自杀 很多的民运人士说 其实呢他们是被中共的特务暗杀的 这个国安民怎么去看 中国的特务真的进到香港了吗 其实在一个政府呢 如果已经不被人民信任的时候呢 这种慢慢都出来 不论它到底是事实 或是它不是事实 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会害怕嘛 对不对 结果呢 说巧不巧呢 就在最近从反重中运动开始之后呢 默默的大家发现一件事 就有人在网络上传 奇怪为什么在泉湾的海边 在哪个地方的海边 突然出现很多莫名的浮尸 有没有就那种无名师会飘在海上那种 有没有 对那也不知道他是谁 或是呢 奇怪你如果呢 亲生 以前没有什么亲生的绩效 结果你亲生了 没有留遗书 对 被判定为亲生 对不对 甚至更夸张的是呢 有人说在两个礼拜之内呢 香港人突然很爱从楼上往下跳 多了四十多件 这样可怕的案例 那这些人呢 大家都会觉得你问街坊邻居 好像大家都不会觉得 就是没有什么异状 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可是现在传出来说 中共特务在香港暗杀抗议者 那这些特务一定会说 没有啊 你们没有证据啊 特务之所以是特务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特务嘛 对不对 可能你今天讲了什么话 或你今天做了什么事 你统统被记录下来 然后都传回去 这才叫特务 所以说呢 当然传言是说 因为香港目前的状况 抗争的情势呢 是一路有升高的一个状况 那加上禁谋面法的实施 所以说呢 据说这个就是老共呢 已经从这个北京 还有从中国呢 调了很多特务呢 跑到香港来 做一个相关的监控 甚至呢 有人讲说 10月1号 中国国庆前后呢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香港有很多 所谓的反送中人士 被K了 被打了 莫名其妙的就受伤了 对不对 其中还包括什么呢 民主党议员 对在天水为 被四个人戴口罩为欧 那你不是反蒙面法 已经进行 这个开始进行了吗 对不对 对 但是打人的人 好像还是可以蒙面的感觉 换句话说 现在香港 大家会有点 人人自为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香港的抗争运动呢 是随着这个港府 已经不被信任 那港府没有办法 跟人民对话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整个冲突的态势 一路拉高 到了禁蒙面法出来之后呢 这个冲突是更加激烈一点 那除了在这个香港的一些 这个民主派人士有被这个打之外 连工党 有一位这个也是一样 被K的很惨 对啊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离奇的自杀案 是一种 离奇很多 包括离奇的被打 也是一种 还有斧头帮啊 对啊 连斧头帮 什么鳄鱼帮都出来了 那还得了 斧头帮其实是一个称谓 因为其实在之前 你记得 这有很多 比如说在香港人去抗争的时候呢 里面就有很多黑帮人士 就是临北什么 对对对 我去香港的时候 很多人说小心啊 福建人会出来打人啊 对那个基本上呢 就是福青帮嘛 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 对不对 那大家如果混在里面 或者大家如果对你动手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种黑社会 照在头顶上的感觉 很可怕 因为呢 港警呢 你看港警有的时候呢 不方便出面 不方便解决的时候呢 就让这些人出来 所以大家会人人自为 连现在政治人物自己呢 也都可能会招不保际 而且公然被打 公然打人的时候哦 那你如果指责他的时候 他说你没有证据啊 那很多人说 我明明就看到你把一个阿伯 穿着黄衣服的阿伯 然后一直这样踢 所有的画面都录得很清楚 就后来呢 那个就是打人的 应该是港警吧 他就说 哎呀我以为那个是物体 那个叫黄物件 就是黄黄的 然后呢 这个荧幕看上去 就是一个物体 对 那当然两边在冲突的时候呢 那双方一定都会 你今天打我 我今天打你 然后我今天讲的 一定要有利于我的自己的讲法 不过呢 港警这样的说法呢 感觉起来还是 稍微瞎了一点 因为人不是物件啊 对啊 对啊 那当然呢 我们今天看到香港的抗争 大家的内心上来讲 都替香港那一把冷汗 对那尤其是你看 你看这种 连议员 明代 对 就刚刚有跟郁登也讲 你看 连不只是民主党的 连工党的常委 常委 算蛮大的 对 何伟航也是一样 你看他头 整个被K成这样 对不对 那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在香港 大家也不过 只是要求说 你今天呢 就是依法办理 对不对 你就不信任 中国的司法制度 才有了反送中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没有想到 你现在整个冲突 都太是拉高之后 林郑月娥也给你 来个反蒙面法 然后甚至呢 现在只要你的言论 中国是有违背的 一个状况 只要你是挺反送中的 那现在这些人 其实老实说 大家都会担心自己 会不会莫名其妙 被袭击这样的一个状况 已经让人家人心慌 因为每次出动 几乎都是三个人 四个人 出来不分青红皂白 就K成 所以还是一句话 就是特务之所以是特务 他就是因为会让你发现 他不是特务 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 平常在你旁边 嘘寒温暖的人 其实不是 其实他早就把你的身家 资料 祖宗十八代 全部都已经网上报了 连你在哪里 何时何地出现 在抗争的场合 可能他也知道了 所以说其实现在 香港的氛围呢 由于人民不信任政府 由于现在连这个 支持反送中的 这个民意代表 他都有被威胁 人生都有受到 伤害的一个疑虑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 互相不信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香港人民呢 真的要自求多福 是 所以杰明哥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中共建国七十年的这一天 这个很多人讲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可是呢 对香港人来说 他们说没有国庆 只有国商 所以呢 他们现在 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权力 就是说从一国两制 然后到现在呢 几乎整个香港 是非常乱的一个状况 你怎么观察最近 整个香港的一个 整个社会 甚至包括它的经济 它的股市 当然股市在前阵子 是有一次狂跌 我们知道在今年以来 香港股市最高的时候 曾经跌掉超过25% 不过我们现在谈 香港人怎么看这个香港 香港人觉得是 以前他们认为 可以信赖的警察 现在已经变黑警 黑警的定义是什么呢 黑警就是黑道警察 好就是意思说 这个警察就是黑道 那么这个警察就是 来自于就是对中国的方面 甚至这个警察已经 灭灭人性了 那我们知道 在最近所发生的几个案件 始终让一些年轻人 感到非常恐慌 对 有一个18岁的年轻学生 当然他跟一般的学生 这样热血嘛 所以他们去金钟的一个广场 就去抗议 好那当然时间到了 他们就离开 那当然镇报警察来 他们就顺势就搭着 公车离开 没想到这公车呢 就正要开的时候呢 突然呢 这个警察就 就是他们心中的黑警啊 直接就上去车子 叫大家不要动 你都不能动 然后一张一张 拍下他们的相片 拍照 逐渐 逐一拍 那你手上的车 拿掉 拍下来 哇 这个凶猛的程度 以为就来自的是 黑道的那种霸凌的方式 那你记得前阵子有个画面 就是因为这个铁道 这个我们说的 他们的地铁呢 其实已经分不清楚 哪些是所谓的乘客 哪些是所谓的就是 示威的人 那正好呢 那画面拍得很惊悚 就是有一对年轻人 那当然年轻人 第一件事年轻人就符合上街头的 那又是一对男女 那其中呢 好像是男生穿了黑色衣服 女生没有 这警察一进去 冲过去的时候 就直接说 你们是那个黑帮 你们是这个 叛选分子 这种字眼 你们怎么样 就那女生 那女生吓到说 我不是啊 我只是一个乘客 整个淘淘大哭 那画面被拍下来 事实上这种画面 在全香港 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的 这个高中生 左凶重担命危 这个也是实际上 让大家看到这个 非常清楚的画面 这件事真的超级夸张 我们分三步骤来解释 没错 这个年轻人 他全身有装备 他有戴这个防毒面具 他有拿一个这个盾牌 手上拿一根木棒 他是参加抗争的人 对 他是一个参加抗争的人 那当然你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警察打这个抗暴者 那这个抗暴者 当然一定要保护自己 那他就 当时有个警察 在这个墙旁边 那这位 这位四位年轻人 他其实只有高二的学生 他走过去 当然就是要警察 你离开警察你离开 那他有挥舞的棒子 那警察就把枪 掏过来的时候 画面有非常清楚看到 这个年轻人 立刻把棒子 收下来瞬间 这位警察 有就是非常不慌慢的 就给他开了一枪 蹦一声 好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呢 这个年轻人 当然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嘛 他的朋友看到 就立刻要冲过来 紧急救治 结果没有 这个年轻人 立刻压制他 那这时候这个年轻人 其实是放在那边哀嚎 他还讲一句话 用广东话说 来救我啊 我中枪了 来救我 当时场面非常混乱 也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 当然事情后来闹大了 警察过来去救治的时候 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立刻在现场 拿一根铁棍 换掉他的这个棒子 换掉说 他其实是拿铁棍 来攻击警察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任何的这种所谓的 就是抗暴的过程 警察是有SOP的 除非你的手上的武器 是可以致命的 但是你知道 一个木棒怎么可能致命呢 所以把这个武器 换到他手上 然后这个媒体在写 写说呢 这个警察呢 是很英勇的 他们是英雄 所以他们对抗这些暴民 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在香港人认为他是黑警 这些警察 当然后来这位 我们说这个有袭击 就是枪击的这位警察 后来他的太太 在路上也被攻击 就是因为漏收知道这个人 然后知道太太当场在被攻击 好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当然对于民众来说 我这样讲 这一枪 让所有香港人愤怒 当时一个小女生 被打爆眼睛的时候 其实香港人就已经生气了 就是把这个香港机场 都瘫痪了 那个还我眼睛 那基本上 他当时只是用布袋弹 或者是橡胶弹 这次不是 直接是真枪开了一枪 哇 这个让所有的这些高中的学生 全部站出来手牵着手 可是你知道这个动作完之后 警察冲学校 交出手牵手的人 哇 真的很夸张 好 那这个事情 当然在香港的民众心目中说 这个警察已经不是 我以前认知的警察 甚至有一位年轻人说 我们以前对警察的认知 就是朱润发 那身拍那个警察 哇 那个是很应有 捍卫民众 现在不是 现在看到警察都怀疑 这警察是在伤害人民的 可是这样的讯息 到了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大声的赞明 说这些警察是英雄 他们是把这个香港 这个报名去给处理掉的人 然后认为说 这些维护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英雄 所以在香港人心目中是黑警 在中国大陆 透过所谓的议论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认同这些黑警的行为 我们要说明一下 因为事实上在中国 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是不对的 警察这样是不对的 很多乡村 其实都有遭受 这黑警灭村的这种行为 所谓灭村不是发生 人家杀死 而是无差别的攻击 事实上在中国这种地方 这种事情是很常发生的 所以不是每个中国人 都同意这样的情况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中国的议论早就被中国 你知道习近平说 你们这个媒体叫做姓党的 媒体要姓党媒体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媒体当然一面倒了去 赞美这些影响 控制在中央 好的 那我们就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特别 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在香港 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名字 叫做China China China后面加一个ZI 叫China 所谓就是Nazi 就是我们说的 所谓的赤纳粹 纳粹 红色纳粹 China是红色 所以把China拿掉 因为讲中国纳粹很奇怪 直接就说红纳粹 所以这已经表示民众 对于中国的愤怒 所以他们说 这是国商 他们也不认为说是 未来这是 这个是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一个 一个尊重香港人民的 一个国庆日 好了 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香港现在整个社会是乱的 所以那些比较有钱的 那些富豪们 他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 把他们的钱移走了 这是一个周刊去采访的 他们找到了一位 在香港很著名的银行里面的 一个业务员 那你知道吗 我们所谓业务员 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 500万美金门槛的 所谓的理财专员 条件高一点的 一定要500万美金 这个500万美金 对就上亿身家台并 他们所谓会有客人 他就说我 他这个业务呢 他就是我们说这个理财人员 他就说 他在香港有客人 他说过去这五年 虽然已经列为他客人了 可是打电话约出来 都不愿意见面 前阵子呢 他突然间说你赶快来 就打电话 接到电话 你赶快来 那这位新加坡的这位人凶呢 立马坐上飞机 带了三位同事 直接奔到他的家里面 总共谈了五个小时 前面一个小时 当然就谈这个国际情势 但是就在这个业务的 滔滔的谈全球的 这个景气状况 资金要放哪里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位老先生六十岁 他身家大概两亿美金 他已经一半已经离开 剩下有一亿美金 他就讲了一句话说 我一夜之间变难民 当场哭了出来 他说他不是英国人 虽然英国护照 因为英国人不认为他是英国人 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现在是难民 如果香港没有 他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然后后面的四个小时 就在讨论这钱怎么汇出 那你知道他重新开户 一般香港人开户 到新加坡开户 大概三天 那这个动作很快 一天把它开完 一天把钱就汇出去了 如果汇得出去的 就汇到新加坡 然后你留在香港的房地产 现在就看整个的局势 也没有办法处理 有钱一点的人去新加坡 然后稍微收入没那么高的 可能去马来西亚 香港现在回不去 现在回不去 未来也回不去 这个已经确定 我们说看新加坡 新加坡只光在最近这一季里面 流进来的钱 以前大概一个月流进来之前 大概350亿新币 现在最近这两个月 每个月流进新加坡的钱 已经到800亿新币 明显是从香港过去的 OK 所以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 真的叫准戒严状态 所以郭成哥我相信 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住在香港 我们不是香港人 所以不关我们的事 你看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地方 因为它本来就是金融中心 全世界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生意 然后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 所谓的物流中心或是贸易中心 可是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抗争 那怎么会变成这个专制暴政的战争 就是说连美国的议长 他都希望说通过香港人权法 也就是说在那个香港人权法 变成是由谁 照理来说应该是联合国 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 因为国际上认为 美国才是解决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角色 我认为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在97回归之后 透过中国跟英国的谈判已经确定了 所以换句话说 国际间现在要干预也很困难 然后香港它本身属于 中国的内政问题 所以美国当然就希望 透过这个其他的方式 能够在法治上能够支持香港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这就算通过 也只是美国的国内法 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跟进的话 那个效果可能还是有限 但是美国至少 我们认为说它现在还算是有进一些 国际上大哥的这种 这种义务 或者是道德良性 但是香港人权法案到底谁来立 谁来做 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间真的最关心的就是美国 他打算利用香港人权法案 来限制这个中共的当局 特区政府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譬如说你现在如果说这个法案通过了 以后被美国认定 你在香港对人民施暴 就像刚才讲的那些黑警 将来你要移民美国 就不许可 然后你现在特区政府这些官员 如果被美国认定 你是有这个妨害人权的这种记录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能再移民美国 你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 然后这个保护香港法 这个当然就比较被动一点 因为它是说美国禁止 受给香港催泪弹这些防暴装备 这当然是美国发挥它的一个国际良心 不过我们也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因为催泪弹这种设备 也不是只有美国才制造 就不一定要跟你美国买 对 所以它只是做一个姿态 就是美国不同流合物 对 但是它基本上也不需要跟美国买 它跟中国买就好了 甚至不用 中国直接就提供它这些装备就好了 所以美国这个另外就还提出 这个像刚才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对于任何侵犯香港人的 基本人权的个人跟法人 实施经济制裁 这个就把这个范围又扩大了 除了特区政府里面的人以外 还包括中国政府的官员 如果说你这个被美国认定说 你对这个侵害香港人的人权 也是帮凶的话 也一并处理 所以中国在收集这些抗争者 这些反送中的人的资料 美国在收集你是侵犯香港人 基本人权 你是哪些人 我收集你的资料 你的这个香港保护法里头 6209号 这些人 你不要来跟我美国做什么事 是的 甚至于说你现在有厂商 譬如说你出售这个设备 给特区政府去监控港人 这个都有可能是侵犯香港人的 基本人权 所以一并处理 所以像华为大疆这些厂商 如果说将来都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这个部分 那他就有可能也被美国制裁 不过这个基本上涉及的范围很广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像刚才杰铭哥讲 就是说你说像新加坡 他现在就像一个秃鹰一样 就是看这个香港人如果要往外跑 他就是准备嘴巴张开 就是要接收这个香港的资金 其实以前在南越沦陷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越南的这些商人 尤其是华商 就是赶快也是资金外逃 新加坡就是接了这一笔资金 所以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发展的高潮 那未来新加坡是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香港 因为他判断香港现在资金一定要外流了 所以这个赶快就准备接香港 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讲 就是那个地方如果选错人 出状况 那新加坡也是嘴巴张很大 就是准备迎接 接收这个地方准备要出去 不管是移民也好 逃难也好的资金 这个为什么新加坡会做这些 因为他本身的国家地位是独立 是自由 所以这个虽然他国内政治没那么民主 但是对香港人来讲 现在相行之下 比起香港还是好很多 博程哥应该这样讲 如果哪一天台湾也发生类似像香港的状况 处境的话 那可能有一些 他觉得对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如果也有危险的话 也是往新加坡 其实早几年 这个就已经有人就开始 向新加坡向海外移动 这个在台湾其实在过去我们知道说在有些特定的政党在执政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对外好像外交修兵等等经济好像很繁荣 其实很多人是在做这个用脚投票的准备 这个是不必怀疑 因为这个有钱人通常他们的眼光都是相对来讲以保命保本为上 你移居外国 虽然说外国的税比台湾要高了 但是他想说我现在缴税 总比将来要缴赎金要来得好 像比如说现在很多富商在中国大陆投资 那个资金就汇不出来 所以变成这个还有一些问题 像很多的股市分析师 现在是要不但在中国赚的钱出不来 还要把台湾的老本拿去当赎金 对 就是赎金 所以宁可缴税 合法缴税 不要缴这种像黑帮的赎金 这个是现在国际上资本家们的共识 那现在香港就面临了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美国现在通过这些相关的法令 也是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 给予香港一些支持 让香港的人权状况 不要继续再恶化下去 是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的 这个越南沦陷的时候 大家说印象中的南海雪书 现在是香港血泪 香港现在进入这样一个 类似准戒严的状态 那这个会持续多久 其实跟我们太近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近日香港 明日台湾 大家真的要引以为戒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 也让大家好好的深思 我们非常感谢三位来宾 我们的政经最前线 无码看中国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